這關心海淳素近前 插到招數的拚精了 因為鳳葉 早前報 這份安樂士 他們去正義 雖然無人總統在臉書 標示很艱苦 共調會透過 修法和制度減加糾纏 行政議長手前衝也共調 當年靠體也作成 起堤三壓破散 政府會減透 更好的處理方式 海淳素十九在台南 暗邊外海 當時抓到招數而已 因為鳳葉 早前報 安樂士 他們去正義 他向愛鳥的總統出門 也在臉書 表達心痛更艱苦 尤其是家裡有鳥的人 批評招數只愛祖書 作成寫命的孫心 共調會透過習慣 更加符合印度精神 讓制度更加糾纏 行政議長手前衝也出席 高雄環境官所依掛動技術 將對招數鳥 安樂士 共調自己愛糕也非常心痛不感 這次十幾年前 臺灣發生 在吃靠體疫苗就受不少人數 為中國進口五百度的鴨子 最後地數刺激三個破散 台中近四百萬隻的鴨子 政府會減透更好的處理方式 最譴責的就是為了自己的暴力 不顧貓咪 狗或其他動物的生命 走私來讓整個防疫可能產生最大破口 在防疫的最高要求下 還可以怎麼樣做到更好 農委會主席等結論在面試共調 包含在來 恩惠黨部都有團部 消告白風險 因爲感染後 希望率是百分之百 行為後來 所有董事物 公約工作的機會過 人口配品和資料 都有自己負責和行動 也建議修改清理 早市條例 加黨早市 都是不在行政 國共責規定後來 沒通過 都要提出台湾政兵跟國內 領用代替告白 早市只要比安徒市 引起嫁犯的論證 網友老衛 也冠冠出英文的面試 行政共調 提防疫最高的要求之下 政府也減透 看是要怎麼做 才能做得更好 記者綜合報道